南投县正A有成减息有效,国中会考成绩连年进步 县长林明珍也特别表扬旭光高中、草屯、红仁、民间国中校长 肯定私校的教学成效,并颁证奖状及十万元奖励金 判冲实校园教学设备,提升老师教学及学生学习的品质 草屯国中、红仁国中、旭光高中、民间国中 这四所学校在会考的成绩,正A有成减息有效 所以我们特地来给这四个学校鼓励 每一个学校给他们十万块的奖金 来充足他们的教学设备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老师们 他们很辛苦来带动整个教学的活动 包括差异化教学、补救教学 那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提升我们学生的学业能力 校长们表示 相当感谢林县长对于会考成绩的重视 最主要还是要特别感谢所有教师团队的用心 才有这次优秀的成绩 我们很谢谢县政府能够奖励我们这个整个一检析有成效的学校来给予表扬 那虽然这样子老师辛苦了三年 那最后有这个成效我们还是很高兴 我们其实平常就是按照县长跟处长的期许去做 可是没有想到大家在平常心之下可以冲出成绩来 那学校的老师我觉得是最主要的工程 因为我们的会考成绩在县长这样的一个指导项呢 他希望说我们不断的提升 所以我们有稍微在聚焦在会考这个部分 县议员曾正言感谢县府颁证10万元奖励金给予受表扬的学校 另外也特别感谢所有校长的用心 未来也期许能够持续进步 让成绩更加优异 林县长对这个会考的表现成绩优异的都有加勉 每一个学校都有10万块的奖助金 这个会考成绩这么好的话 首先也要感谢所有的这个校长的团队能够尽心尽力 使我们这个会考成绩能够更花光花亮 这次南投县会考相比以往来说更加优异 这次县府特别表扬四所学校并颁证奖励金 也期许能够充实校园的教学设备 提升老师教学及学生学习的品质 记者球门俊南投採访报导